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钟永明老师的这个老宅 它比较简单 但是它有它另外一个趣味 它是非常好的红砖 所以你一眼望过去 就是以红色为主 这一代的棋楼 会比迪化街的棋楼 铁仔咖会比较高 就是说它可以避水患 它现在透过一个管子 我们叫落水管 把它集中起来 这样下雨的时候 才不会滴滴答答 好像门口都是水 人类其实是用生命来写历史的 你知道吗 然后真正的能够让历史来见证的 反而是建筑 所以我们今天才要来谈建筑 那十年前那时候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因为它最主要其实是漏水 所以它的屋行 它的整个屋价来讲 这状况非常的糟 所以我们考虑到是说 它原来的空间的那些特色 要被保留下来 甚至一楼的干妈甲 所有的那些木柜 那些内装 包括地品 我们全部都按照原来 我们调查的资料 全部都做回来 当时庄协发这个名字 是庄先生的母亲 就是当初的干妈讲的那个名字 所以我们也按照原来的方式 就把它做回来 而且挂在原来的地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庄永明先生把他的这个工作室 叫做庄协发文史讲庭的意义 庄永明先生は生涯を通じて 台湾の文史の記憶に貢献しました 彼は情熱と使命感に基づき 50冊以上の専門書を完成しました また达达尾村の街歩きツアーのガイドも務め 1万人以上を街へと案内しました 所以逍遥游应该讲就是 1997年的6月开始走 然后走到了2020的7月的 第一个礼拜天 他没有请假过 连那个台风天 台风只有三个人 他跟那三个小朋友说 我们不走出去 我现在就在麻糟健康 公和人家 大大尔村小有后期 他几乎是看不见 这样子 但是这些都不影响他继续去导览 所以我只要有他十分之一的毅力就好 我应该就成就大事了 庄永明はよく言っていた 大大尔村街歩きツアーは 一回行うたびに一回減る しかし2020年7月 彼が最後に大大尔村を訪れる日になった 庄永明は父の日の前日に亡くなった 彼の貢献者たちは 彼のために追悼会を開き 大統領も現場に訪れ 協商礼状を授与し 庄永明の台湾文化への 特別な貢献を称えた 庄永明の貢献者たちは 一部のコレクションを提示している 展示されるものには歴史的な写真 文化財、手工、出版物などが含まれている これらの展示は 千丁町の店舗内で 定期的に行われている 昔献者たちは 老師說過很多很精彩的話 他其中有一句話說 無論走多遠都要回到原點 他會說這個 然後他也曾經說 我想做一個不孤單的孤獨的人 莊老師 我們也好久沒有聽到您唱歌了 好 這個歌我就唱一次 也是留一個紀念 我們要在這兒子中 那兒子中空的主題 都要除了 然後我們來跟著 走著走著走著 走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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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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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